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在有关于耶稣是谁 透过马可福音 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那就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 他传递颁布大使命 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同来领受 那么大使命是什么 第一传福音让人信耶稣成为信徒 信他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信他因为爱我们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信他因为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从今生到永恒 活在基督的爱和释迦的救恩里面 这是做主的信徒 信耶稣 但是大使命不只是传福音让人信耶稣 大使命还要继续把这些信耶稣 好像入学了 拿到学籍了 办完注册了的人 有时候讲说 受洗只是一个开学典礼 进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然后开始学习 怎么样学向耶稣基督 活出圣经真理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学生 所以你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 真的不只是信耶稣 受洗了 天堂定了一个位置 就没有事了 不 我们要经过一个装备造就的过程 这个装备造就的过程就是做主的门徒 凡主耶稣所教训我们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那意思是说 照着圣经能够完完整整的教导 主耶稣对我们的这些教训 而且不只是教导 而且要带着门徒一同来遵行 遵守神所 活出这些神给我们的教导 这是做主的门徒 信徒是相信耶稣 门徒是跟随耶稣 照着他的吩咐 怎么过日子 学向耶稣基督 做他的门徒 向师父 然后活出圣经真理 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只有一本课本就是圣经 活出圣经的真理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不断地上课学习 上课学习就完了吗 不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有的学习是为着什么 是为着我们继续能够把这个 传福音的大使命持续下去 因此所有的造就学习 不只是在那里让我们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断地研经 不断地研经 研究圣经当然好好 读圣经非常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要活出来 那么活出来包括活出什么 活出主对我们的托付 继续进入大使命 继续领受大使命 使每一个门徒都有一个目的 这些的学习是为着让我们可以继续 承接大使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好像圣经里面说 这些门徒要干什么 做主的门徒是要干什么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这些门徒是要出去到处传扬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 你知道大使命有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让人信耶稣做主的信徒 第二 让人跟随耶稣 照着耶稣的吩咐 活得像耶稣基督 也活出圣经的真理 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 然后继续承接大使命 好像初代的使徒一样 都承接大使命 在个人神给我们的 那个所在的环境里面 成为一个宣教士 领受一个使徒性的恩高 在所在的地方都成为宣教士 在你的家族里成为宣教士 在你的职场上成为宣教士 在我们所住的那个社区里 成为宣教士 继续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继续成为一个领受大使命 完成大使命的人 求主恩待我们成为信徒 成为门徒 也成为领受大使命的人 像一个使徒一样 继续成为一个宣教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